那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英国派的助力高校科研创新 大概会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一下英国派的相关的功能 然后剩下半个小时呢 如果大家有问题呢 咱们可以进行一些沟通 那为了这个视频网络的更通畅呢 我先把视频关掉 等会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再打开 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 好的 在之前呢 介绍数据库之前呢 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和像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它是一家全球知识产权数据服务提供商 专注于知识产权数据的一个深度整合和价值的挖掘 为全球的创新者呢 都提供值得信赖的知识产权数据服务 那咱们学校呢 也已经用了几年了 相信大家对这个和响的这个Incopy的呢 也是比较熟悉的 那我们这个和响呢 它是在20 其实在2011年呢 它已经有了本地化的一个数据库 在2013年我们创立了 目前大家看到了这个Incopy的这个品牌 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 我们和科瑞维安有了一个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那这样的话呢 更加从全球的视角 给大家带来更多维度的这种数据和服务的一个融合 那和响呢 它主要的产品呢 是以这种AI技术 大数据 云计算 唯一托呢 有Incopy的数据库 就是目前我们大家使用的这个产品 有专利大王 有IP资产管家 专利快车 以及这种数据接口等等这种服务 我们现在今天主要介绍呢 就是这个科技创新情报平台 也就是大家检索和分析用的这个全球专利数据库 这一页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目前我们的合作伙伴就各行各业的 比如说像华为 格力 药企啊 汽车行业 这些 然后有这种科研院所 中科院等等 特别我们看一下像目前部分合作的高校啊 像北大 清华 浙大 南京大学 福丹 他们的这些图书馆或者各个院的 这些院的老师们 他们做课题都是在用我们的这个 Incopy的数据库的 那接下来呢 就开始今天正式的一个介绍 那第一部分呢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专利的一些相关基础知识 我相信各位老师呢 都也比较有经验 我就带大家回顾一下 那专利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由这种政府的机关 或者区域性的组织 根据申请而颁发的一种文件 这种文件呢 它是记载了发明创造的内容 它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呢 有一定的法律状态 这种法律状态就告诉你呢 这个你获得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在一般情况下呢 他人只有经过专利权人的许可 才能实施 否则呢 就构成了一个侵权 这就是专利 那专利 其实说到底 它的本质呢 就是以技术公开 来换取一个法律的保护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要进行技术公开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公开的 我们呢 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专利有三性 哪三性呢 就是吸引性 创造性和实用性 吸引性呢 非常好理解 就是指这个一定是新的 前所未有的 现有技术都没有被公开 公知公用的 这种叫信性 创造性呢 就是你本领域的 这种普通技术人员 不能显而易见的 就预测到这个 一定是非显而易见的 这种叫创造性 实用性呢 就是一定要有工业再线性 就是你要用于实际的生产 并且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当你达到这些条件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技术呢 可以进行公开 那公开了之后 我们就能获得 法律的一个保护 那获得法律保护呢 就相当于我们拥有了 这个专利权 也就是说 我们拥有了三个性质 一个是专有性 一个是地域性 还有一个是时效性 专有性呢 就是之前提过啊 我们就是专利权人所有的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都不得 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 来实施这个专利 否则呢就会构成侵权 地域性呢就指 这个专利权呢 只有在你依法产生的地域内有效 也就是说 你在一定地域内的这个法律 你才能产生这个权利 如果就比如说 你在这个国家申请的专利 如果到了其他国家 是不受另外那个国家的法律保护的 除非你两个国家之间 有一些双边的专利保护协定 或者共同参加了一些保护专利的国际公约 才行 否则它有低于性的一个限制 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它具有了时效性 就是我申请了专利 我获得了专利权 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 但是并不是永远有效的 法律规定了有效期 如果超过了这个期限呢 这个专利权呢 就是会成为咱们人类共同的一个财富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 这就是专利的一个本质 那专利分类呢 大家也都知道 一般分为发明 是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这个是最普通的一些分类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 比如说你像美国 它还有一些职务专利 有一些再公告专利等等 这都是特殊的一些类型 那这个这一页呢 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些 像中国专利说明书的一些类型 怎么来看 比如说像发明专利申请 我想提一个发明专利申请 我会提到国家知识产权局 首先呢会经过初审部门 它有一个刑事审查 大概呢是在18个月左右的时间呢 通过刑事审查之后呢 把你这个专利申请进行公开了 就是如果你刑事合格的话 进行公开 公开的这个文本呢 我们叫做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 也就是在英国派的系统上呢 大家在专利申请 申请文本那块看到的 我们就叫申请公开说明书 这个申请公开之后呢 会进入国之局的另一个 实审部门 要进行专利 发明专利的实质性的审查 也就是吸引创造性这些审查 这个时间比较长 一般会有三年左右的时间 实审通过了 这篇专利才能授权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叫做专利授权公告说明书 就是大家在英扣派的看到的 授权公告文本 这是这个发明申请 所以我们在检索的时候呢 发明专利它有两个文本 一个是申请公开说明书 一个是授权公告说明书 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呢 它和发明呢 是不一样的 它只经过形式上的一个审查 也就是经过初审之后呢 就直接会进行一个授权 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英扣派的系统上看到的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啊 看到的就是已经授权过的专利 所以看到的就是它的授权公告 说明书的这个文本 给大家举一个简形的一个例子啊 我们怎么来判断它是什么专利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文献种类代码 来看一下这篇专利 到底是申请文本呢 还是授权文本 是发明还是新型还是外观 这里呢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拿中国的这个专利来看 CN开头的一串这个数字之后呢 它有这个AB文献种类码 一般这个A文本呢 我们就表示它是申请公开说明书 也就是它只是经过了刑事审查 合格公开的这个说明书 真正的这个B文本呢 才是授权公告的说明书 也就是说这篇是真正授权过的专利 那有的时候还会看到C文本 对于中国这个专利呢 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 在93年和10年之间这段时间呢 因为专利制度的一些 和政策的一些变化呢 那段时间呢 把这个C文本也叫做授权文本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ABC的时候呢 末尾是ABC的时候 基本上A文本就是申请公开说明书 BC呢就是授权说明书 这样就能辨认 那同样的呢 像实用新型 我们会看到它是以U结尾的专利 实用新型就是公开就是授权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授权公告说明书 这个也是在特定时间段 也是在93年到10年之间 也用Y表示过授权公告 那基本上到现在2010年之后呢 都是用U的 所以我们在系统里 如果看到U和Y结尾的呢 它就代表实用新型 那外观设计也是如此 外观设计呢都是以S结尾 或者是以D结尾的 这种都叫外观设计专利 通过这个文献总类代码呢 我们就能快速的判断一下 这到底是个发明还是新型 还是外观设计 那专利呢到底有什么价值 值得大家去检索呢 就是专利情报 VIPO就显示 它可以缩短60%的研发时间 节省40%的研发经费 而且说70%到90%的 这种发明成果呢 它仅仅会出现在专利里边 而不会出现在期刊论文啊 会议报告等 其他的文献形式上 而且基本上世界上 咱们95%的发明 都可以在专利技术文献中查询到 最重要的一点呢 这个发明成果 出现在专利文献中的时间呢 要比出现在其他的 像这种会议报告啊 期刊论文的时间 平均要早一至两年 其实不仅仅一至两年 我们拿个例子呢 就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喷气式发动机 在1939年的时候 专利文献里都已经报道了 但是呢 在其他的这种科技报告里 是四六年的时候才出现 像这个iPad 是2010年上市的 但是我们通过查询专利呢 就看到他在2005年的时候呢 专利文献里已经 已经有记载了 这个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产品未动 专利先行 就是在产品没有上市之前呢 已经提早好几年 做好了这个专利的一个布局 同样这样也说明了 一个专利的一个重要性 这个就告诉大家 不管在我们科技创新开始前 还是科技创新过程中间 或者创新之后 你产品上市出口 倍速侵权 或者研究竞争对手之类的呢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专利的这种 检索呀 分析呀 监视啊 那这个呢 也正是Incopy的系统呢 为大家解决的这个问题 那Incopy的呢 这么多年 已经有十来年了 为什么就是这么受欢迎呢 其实它最主要 秉承的原则就是 可信好用 体现在数据呢 是比较可信的 然后功能呢 贯穿了整个专利检索的 一个全流程 是比较好用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这个数据的情况 就截止到目前 截止到今天呢 它是收录了 有158个国家组织地区的 超过1.7亿的专利文献 这些专利文献呢 可以实现24小时的 一个动态更新 为了保证这个数据的可靠性呢 它这个专利文献 都来自于官方 或者是商业数据库 这个英国派的这个数据啊 它都有中英双语的 一个标题和摘要的 一个翻译 而且呢 它可以下载98个 国家组织地区的 这个PDF的一个原文 除了收录专利本身之外呢 我们看到和专利相关的 其他信息 像这种诉讼 许可 转让 通信标准 国防解密专利 工商信息 等等 这些海关备案 英扣派的系统呢 也都有收录 而且呢 大家用过系统 就知道 在这个专利的后面呀 都有这种小标签 直接点击进去 我就可以看到 它诉讼的详细内容 或者转让的详细内容 非常的方便 英扣派的系统 最大的一个亮点呢 就是有多维度的数据加工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标题就有好几种维度 摘要也是好几种维度 申请人都是好几种维度 那整体上呢 它现在有400多个检索维度 那这些检索维度呢 检索维度越多 其实我们相当于检索的入口越多 检索方式呢 就越灵活 有140多个统计筛选维度 有190个下载维度 还有110多个分析的维度 那这些维度呢 它涉及到了这种法律呀 技术啊 引证等等多方面 可以帮助大家呢 快速的进行检索 浏览分析 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这页给大家展示一篇 多语言加工的例子啊 比如说这是一篇 日本专利GP 开头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标题呢 有英文 中文和日文 摘要信息也是英文 中文 日文的摘要信息 也就是说 Incopy的系统呀 它有中英双语的标题摘要 也有这种小于种专利的 一个原文标题和摘要信息 另外呢 还有一个在线翻译 在这里可以看到啊 在线翻译 我们点的时候呢 能看到可以有 中英日韩四个语言的一个互译 就是说你喜欢用哪种语言 或者你倾向你的一种语言 来看这篇专利呢 你直接点一下 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实时的 进行一个互译 刚才是数据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Incopy整体的功能了 也给大家介绍过 检索 保存 分析 监视 四大块的功能 一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首先我们先来进入一下 Incopy这个系统 这个网站呢 大家也都比较熟悉 www.incopy.com 进去之后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选择 我是用哪种语言 是用日语 中文繁体 还有英语 还有中文简体 来进行检索 那这个系统呢 也会记录一下 你这次检索完之后呢 它有一个记忆功能 下次呢 也可以快速的登录 你想要的这个文本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最重要的一大块内容 就是检索这一块 目前Incopy的系统呢 有三大块检索方式 分为九种啊 分别是常规的检索 特色的检索方式 以及智能语义的 一种检索方式 我们先来看一下 常规的一个检索 简单检索 简单检索 大家使用过 这个就像一个谷歌的 搜索引擎框 特别简单 它没有什么太多的 限制要求 就是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灵感 或想检什么 直接在这输入信息 进行检就行了 它非常的方便 最基础的检索方式 我们一般用的 比较多的呢 其实是这个高级检索 就高级检索呢 它使用频率很多 它的界面呢 很简洁 操作也很容易 它可以来精确的 匹配一个检索要素 在这个高级检索界面呀 刚才说我们有400多个字段 那这400多个字段呢 都可以在这个表格检索框里进行检 当我们进行这个界面检索的时候呢 左边呢 先选择你要检索的数据范围 是什么类型的文本 是申请文本 授权文本 外观还是用新型 然后再选择国家 然后上面这个就是表格检索区域了 我们先划分了常用的几大类型 比如说关键词 分类号 号码 同族 日期 然后呢 你选择检索字段 然后在这个下拉 选择合适检索字段之后呢 在后面的这个框里 填入你要检索的这个检索要素 就能点检索 直接进行检索 那有些说就没有400多个 其实没有400多个 是我们这里有个自定义 把这个自定义打开 就是我们所有的400多个检索字段 你在这输入一下呢 就都可以进行检索了 这是高级检索的界面 我们以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怎么用这个高级检索 就以技术主题检索来看一下 我想检索二次电池 这种领域的一些专利 那首先呢 一般来说 我可以说很简单的 我就在简单检索这里 简单检索 输一个二次电池 然后到了检索结果界面 那就是这样的 就两万多件 就是它是很粗糙的 就是在简单检索的搜索引擎框 输了一下 但是呢 我现在想进行的是一个技术主题检索 你这样直接用一个关键词检出来 可能没有那么准确 那技术主题检索的要求呢 是要求既要查权又要查准 查权查准 你是要兼顾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这时候就要利用关键词 利用分类号来结合的来进行去检 那比如说 我就设定了一个检索式 用了关键词的中英文 然后再和IPC分类号进行结合 然后这样来进行一个检索 因为技术主题检索 它的要求就是你查权查准率 要达到一个平衡 那查权呢 就要求你把这个关键词 要扩展的比较多 那查准光多不行 多的话也会带来噪音 那怎么去让它更准确呢 除了优化关键词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IPC 来进行一下限定 就像这个检索式 我最后按了一下 IPC等于H领域M 也就是说 我知道这个二次电池 它属于这个分类号下的 我就要看这个领域的 二次电池的专利 那这样的话呢 准确率更高一些 那这个IPC分类号 简单也提一下 它其实就是 中文就叫国际专利分类 是咱们通用的专利文献分类 和检索的一个工具 它主要是对发明和使用新型专利进行的分类 如果咱们的外观设计专利的分类呢 它有另外一个分类号叫洛加诺分类 待会给大家会看一下那个洛加诺分类 它是单独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的一个分类 刚才说了 我们要想减全减准 首先扩展关键词 那就是系统就这个工具 我们点开 这个好像分享之后 动画不太明显 这里 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有这种辅助查询工具 点一下的话 扩展关键词 就会你输入一个关键词 发动机 它就会出现 扩展出30个中文关键词 30个英文关键词 那我们从这个里边呢 就选择你认为正确的关键词 然后填充到我们的检索式里去 来进行扩展 那IPC呢 我们也有这种辅助工具 大家看到 除了有IPC的这种分类号的工具之外 还有刚才提到的洛加诺分类 就是对外观的一个分类 有CPC是现在的叫合作专利分类 有EC分类 就是欧洲分类 FI分类是日本特有的分类 有UC分类 UC呢是美国的这个分类 这个分类号呢 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进行输号码呀 或关键词就查找一下它的分类号 或者它的示意 然后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选择一个合适的分类号 进行减 那当然有的时候你说 我不知道我这个技术领域 到底是哪个分类号 或者我直接在输关键词 我也没有找到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一般用一种方法就是进行一个预检索 我拿关键词先进行减 减完之后呢 我在检索结果的页面呢 左侧呢可以进行一些统计筛选 我把统计筛选放到这个IPC分类号这儿 我看一下我检索出来的这批专利呢 它大部分 呃 大部分已经 大部分是属于哪个类的分类号 比如说像这批专利呢 它是H01M的分类号 那我就知道了 应该这个分类号就是这批专利主要的分类号 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取一些相关主题的IPC分类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呃 有一个独有的 Incopy独有的一个技术功效的一个功能 那技术功效呢 它就提取了这个专利技术里的一个功能和效果 来看看这个功能 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专利的哪些问题 达到了哪一个效果 其实呢 这个才是专利文献里最有价值的内容 那我们Incopy的系统呢 就通过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呢 从专利文本里边提取出了技术功效的语句 像这种提高了检测灵敏度 准确度和稳定性 这是从专利文本里提取出来的 然后把它进行一些规一化的处理 变成技术功效的短语 或者技术功效词 就是检测准确性提高 或者准确性提高 分为这种一级二级三级 越来越限定的比较多 那用技术功效检索 或技术功效分析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快速的查询 某一个功能 或者某一批专利 它这个改进的全部的解决方案 而且它达到了哪些效果 就是我们可以快速的看一下 你这个行业或者竞争对手 它这个技术研发的方向 大家都是在解决什么方向的问题 就能快速的得到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例子 叫专利相关人的检索 我们要检索特定对手 或者说检索我们自己的专利 检权怎么办 一般的话 我们要检索竞争对手的专利 或者说某一家学校 或某个研究所 它所有的专利的时候 一般会考虑到 它现有名称是什么 它历史名称是什么 它有没有进行过收并购 然后这个锁里 它重要的个人有哪些 因为有些专利 它可能不一定以公司高效的名义 去申请专利 它可能是里边重要的人 这些我们都要关注到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要做的呢 要从官网啊 年报啊 新闻啊 文献等等这些信息里边呢 去寻找咱们要检索的信息 但是Incopy的系统呢 它就有一个申请人工具 它对超过一万家公司的专利的 一万家公司 它的中文英文 以及这种小语种的名称呢 进行了梳理 建立了这种申请人的工具 那申请人工具呢 就是我们看这个例子 西马克公司 把它整洁的 我们把它规范的叫做了 西马克斯 给它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然后它下边呢 会分为了一级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 三级子公司 就是把这个公司的 分公司 子公司 母公司 它的中文小语种名称 英文名称呢 全部进行了一个收集 这样呢 建成了一个申请人数的形式 当你点开西马克斯 就是它下面所有的这个申请人名称 另外还有一个信息叫工商信息 我们看到在 TinglePi的旁边有工商信息 那这个工商信息呢 也是把这个西马克他集团 他所有的这个股东关系啊 投资关系 以及他用过这种别名 都给展示了出来 那这两个呢 结合使用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查权 申请人的一个全部的专利 那这个工商信息呢 就是 这是中国的这个企业 有一个天眼查 这种检索系统啊 他会把他的工商组织架构信息 都在天眼查里 我们跟天眼查有合作 所以把这些信息呢 直接放在了 IncoPad系统上了 那这两个结合 比如说西马克思 我要捡他的专利了 我从这里选择 我想要捡的这个公司名称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公司他可能没有 我想要的那个专利 我就不选他 或者我也可以全部 把它都选过来 选过来之后呢 点击这个西马克思 他就能把全部的名称 都选过来 我们点直接检索啊 或者转入表格检索 那检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以这些名称为 申请人的专利 全部都能检索到 那这时候呢 其实还有一点 我们还可以勾上这个 同时检索当前权利人 这样的话呢 就把以这些公司 既作为申请人 又作为受无让人 就他通过买卖 他通过转让得到的专利 也能检索出来 很重要的一部分呢 那这样的话呢 他通过转让得到的专利呢 也是他 也是属于他的专利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把这个公司 所有的专利检索全面 还有一点呢 这个申请人工具呢 你自己挑出来的这部分 公司的名称 是你认为比较重要的 前面呢 可能有一些 你认为不重要 那我把这些 可以存下来 叫存为申请人分组 我自己存一个组 我建了一个公司名称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下次 在检索的时候呢 我直接点我自己存的这个分组 那里面就是我保存的那些公司的名称 就能直接检出来 而且我们分析的时候呢 也可以使用自己存的这个申请人分组 这是我们帮助大家 来检权 查权申请人全部专利的一个工具 那不止要查了申请人 刚才说有些重要的个人 比如说这家公司里 我们把他所有专利剪出来之后呢 我来看一下这个 发明人的排名 第一位是谁 第二位是谁 那我就看到这家公司 他的这个技术骨干主要是 谁 如果必要的时候呢 有的企业呢 会借助这种专利数据库呢 来挖掘一些专业方面的人才 那介绍完简单和高级检索 我们来看一下批量检索 那批量检索它顾名思义啊 就是批量来处理一批号码 或者申请人的 我可以把一些号码直接输入在这 或者把一些申请人直接输入在这 或者还可以输入一段 带号码的文字内容 就是一篇内容里边又有文字 又有这个号码 然后系统呢 直接会把号码提取出来 然后进行检 那检索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你输这些专利呢 可能号码有误 然后比如输了十个 我们点一下查看匹配结果的话 只匹配到了九件专利 还有一个号码呢 没有匹配到 那没有匹配这个呢 点一下允许模糊匹配 我们看到这篇专利 就是CN开头的中国专利 以文献种类代码C结尾的 它当时没匹配到 那经过这个模糊匹配之后呢 就会匹配到以B和A结尾的 这两篇专利了 就是相当于这篇专利的 其他的公开文本 那出现这种形式呢 一个是可能是你从其他地方 拷贝出来号码有误 还有一种呢 是我们系统可能真的 没有收录这一篇专利 但是它有它的 其他的公开文本 那这时候呢 我们都能把它检索到 看到它的相应的内容 而且你没有匹配的专利呢 我们可以下载下来 是哪篇没有匹配到 以上三个呢 是常规的检索 有特色检索呢 是指咱们这个影证检索 影证检索呢 它通过这种号码 或者人 或者申请人 或者影证相关的一些字段 我们来追溯一个 技术演进的过程 就是查这篇专利 影证了谁的专利 影证了哪些专利 或者我本身专利 被哪些公司影证了 被哪些专利影证了 这样能看出一个技术 发展演进的一个过程 特色检索 还有法律检索 法律检索呢 法律检索呢 如果我们对于企业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企业关注专利的一些法律信息 所以法律检索这块呢 它其实有六个子界面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法律状态检索 可以检索这个专利 是否有效失效 审中 当前法律状态最主要的信息 它是否撤回了未缴年费等等 具体的这种法律信息 都可以直接进行检 第二个子界面呢 是检一下中美日台 它的诉讼信息 它的裁决法庭 裁决发生地 当事人可以直接进行检 然后第三个呢 是中国专利的许可检索 许可人和被许可人 直接进行检索 有专利转让的检索 比如说转让人是谁 受让人是谁 那这种呢 也比较容易检索 比如说我想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 华为买了小米多少专利 那这个怎么检呢 就是转让人是小米 转让人这写上小米公司 受让人写上华为公司 那这个出来的检索结果呢 就是华为买了小米多少专利 通过转让得到多少专利 那中国专利质押检索呢 就是在国制局进行了 质押备案的专利进行检索的 还有一个叫中国复审无效检索 这也是针对中国专利的 检他的复审决定啊 口审决定啊 无效审查决定等等这些信息的 那这六个界面呢 就是我们的法律检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智能语义检索 这块呢 其实是给大家比较推荐的 因为智能语义检索呢 它比较简单 你看我们先看第一个语义检索啊 它这你不需要去知道哪个检索字段 我必须用哪个检索字段进行检 它这你只需输一个公开公告号 或者你不输公开公告号 你就输一段这种技术信息在这 可以是咱们文献上的信息 或者自己想到的这种技术信息 把技术信息输入到这里之后呢 系统呢会有一个语义算法模型 它会自动给你匹配出一些 相关度很高的专利 那我们就有一个好处啊 你不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来选择关键词啊 或者编写检索式 你只需要把技术信息贴进去 然后就能给你出来一定的结果 而且它这个就是查新的时候 或者无效宣告的时候的 一种很好的一个辅助手段 我们一般把这个语义检索 叫做智能的傻瓜式的 一个检索方式 第二个智能检索呢 指扩展检索 扩展检索呢 不名次义 它就是扩展关键词的 它这个界面呢和语义检索一样 我们输用了一段技术概念 但是呢不同的是呢 它把这技术概念里的词 都进行了一个分解 然后分解之后呢 对这个词的同一词啊 进一词上下位概念 关联的这种词又进行了扩展 我们可以看到啊 把这段话进行了一个拆解 每个词 拆解完之后 每个词它又能扩展出 30个中文关键词 30个英文关键词 那用这些关键词呢 帮助我们把我们检索式呢 补充的更完整一些 最后一个这个比较智能的这种语义检索方式呢 叫AI检索 那AI检索它主要利用的是 就是知识图谱的这种形式 以及人工智能的技术 来对这个发明内容进行一个精确的一个匹配的 AI检索大家打开这个界面呀 看到有查新有无效有侵权风险三个字入口 而且这有一个使用视频可以看一下 点开先看一下 那这个查新检索呢 它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是输一段技术描述 就输一段文字 那自动就会给你匹配出一些影响 吸引性创造性的对比文件出来 如果你输入中文了 选择的是中国的数据范围的话呢 我们会进入到第二步 叫绘制DNA图谱 因为它暂时支持中文 所以我这儿说 如果我们选择中文或者输入中文 我们就会到第二步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第二步是什么样 那是查新 第二个呢是无效检索 无效检索就是指 我想无效掉某一篇专利 比如我想无效掉这篇专利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专利号呢 公开公告号或者申请号输入到这 检索呢 就会自动的把你申请日之后的专利 给排除出去 然后来找这种无效的这个证据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进行查新和无效的话 我们会进行到下一步 第二步叫绘制DNA图谱 那大家看到刚才是一段 这个权利要求是一段文字性的内容 那通过这个DNA图谱的绘制呢 它会出现这样一个面板 就把这些进行了一个结构化的处理 像这个转动卡板 它包含了哪些东西 这样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分解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DNA图谱 那绘制这个图谱呢 它也会给你表示出 它是包含关系 它包含了这些部件内容 还是连接关系 比如这种表示连接关系 是什么什么连接关系 这个呢 它还可以进行一些手动的一些删减呀 或者调整它的部件 比如说你觉得它这个根据这段画 弄出来的不准确的话 我们在这个画布上呢 是自己可以添加部件或删除 然后还可以把它连接线呢 重新来给它调整一下的 或者替换关键词 也可以觉得有一些是核心部件关注的 我们就点一下灯泡 把这个核心部件点亮 这是我比较关注的核心部件 然后这一步呢 把它做完之后 会自动进入到第三步 叫标识相关概念 标识相关概念呢 就是我们把关键词 觉得是和我的检索主题 高度相关的词 我把它下拉 点住它 拖拽到这里 比较相关的可以放在这里 那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呀 它可以影响你检索结果的排序 比如我检索结果有100条专利 我把高度相关词拉过来之后呢 我关注的那些专利呢 它可能就会排在最前边 我看的时候呢 就比较方便 这就是这个AI检索呀 它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呢 是输入技术信息 然后绘制DNA图谱 然后最后是选取相关概念 这样三个步骤 我们可以 可以每一步做完直接就检 也可以把每一个步骤往下做 做完三步之后 再直接检索 像这个侵权风险也是 我要查侵权风险了 也是直接输入技术文字 就可以进行检索的 这个最后一 这个是AI检索 那最后一种检索方式呢 还有一个图形检索 那图形检索呢 我们就是以图搜图 记住呢 这个图形检索呢 它只能查找外观设计专利 就是只能查外观 虽然发明和新型 它也有幅图 但是这里不支持 去检索发明和新型 我们只是外观图形检索 那这块呢 支持用图片 上传一个图片来进行检 或者说 我们结合这种关键词 申请人 或刚才说的 洛加诺分类号 就外观的这种分类号 来进行检 洛加诺分类号 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不知道 是怎么弄的话 不知道什么分类号 我们点右侧 选择 就会出来 你输入一些旧的内容 比如说自行车 看一下它的分类号 大概是哪个类别 然后就能直接进行检索了 现在外观检索呢 我们又有一个增强版 大家在系统也可以看到啊 增强版 增强版比原来的功能呢 要更加强大一些 就是增强版的话呢 它会自动的有这样一个 这个小工具 叫套索裁剪 它自动的点一下 它呢 就把这个图呢 给你抠图 抠了出来 就相当于 套索了一下 然后把它这个背景 给去掉了 然后检索了之后 执意我们要检索的 这种实物为准 那这样检索结果呢 会更精准一些 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啊 它可以实现 同时上传七张 不同视角的这种 比如左视图 上视图 右视图 这样的 俯视图 这样的七张不同视角的这种照片 这样你检索出来的结果呢 也是比较准确的 当我们一检完的时候呢 这是检索这一块 大家看到这些 然后我们看到有个历史的这个栏 点开会有一个检索历史 那检索历史 这里呢 会保存一个月的检索历史 在此呢 也提醒大家 如果重要的检索室呢 你自己要进行一下保存 否则的话呢 它这个一个月之后呢 你检索的这个检索室呢 它自动就给删掉了 所以我们觉得重要的呢 点一下保存 就能保存在 你的检索室里去 就在这儿 保存的检索室 就能一直进行查看了 那检索历史 它有一个好处啊 它检索历史里的检索室 可以进行逻辑运算 就是指比如 我选了两个检索室 这两条检索室 勾选上 我可以进行 and or not 就是这两个 并级 交集 或者我选择 支架排除掉 无人驾驶 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一个运算 把检索室来直接运算 就这条检索室 not掉这个检索室 相当于是 支架 我检索有支架的专利 但是要排除掉 无人驾驶力 这个领域的 这就是一个 检索室的二次运算 还有一个好处 比如一周前 这是我一周前的 三四五六 这六条检索室 是一周前的 然后呢 今天呢 又过了一周 我想看看 最几个检索室的 检索结果 我不用一条一条的 进去查看 我可以把这几条呢 都选上 选上之后呢 用 按的按的这种符号 就是这个符号 按的按的这个 结束符 进行连接起来 就写成这样的 三四五六 每个中间都是按的按的 然后呢 它系统呢 就会同时 把这几个检索室呢 再检索一遍 立马再检索一遍 告诉你一个最新的 一个检索结果 这是在检索历史 这儿呢 也有很多的小工具 当大家检索完之后呢 一定是要看你的 检索结果的 那我们看的时候呢 就系统呢 有提供了很多的 这个功能 帮助我们快速的 来聚焦一下 重点专利 比如说 这是一个检索结果界面 当点开之后 我们先按照 第一栏 这个导航栏的第一个 这种叫排序方式 有64种排序方式 帮我们快速聚焦 重要的专利 而且呢 它还设定有 第一排序 第二排序 就是当你第一排序 选择的这些字段 这两个专利 都一样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 再按照第二排序 比如第一排序 按照公开公告日 降序排列了 第二排序呢 我按照申请人的 升序排 那就是说 公开公告日 降序 我查看 优先查看 最新的专利 那最新专利里边 申请人的升序 在进行排列 以申请人 他的名字的 那个首字母拼音 在进行一个排序 我们可以两种排序 来进行一个选择 如果我们要想 查看重要专利呢 建议大家按照 相关度的降序 进行排 按照背影证 次数降序 进行排 按照 合想价值度 降序 进行排列 因为你相关度越高 专利越重要 背影证的越多 也说明这件专利很重要 那合想价值度的降序呢 它这个也是一个 专利评估模型 对每个专利呢 都有个打分 满分就有十分 就是你如果 按这个降序的话呢 就按照这种 分值 就分数越高的专利 会排在了最前面 这是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那除了那个 有一些排序呢 我们还有各种 显示的模式 比如说你根据 自己喜好来选择 这种叫列表显示 就是这样的 像Excel表格一样 列表显示 模式 有图文显示 就是有一些 技术的诸录信息 还有一些 JAL复图 有手图浏览 就是每篇专利呢 就一张复图 有深度浏览 深度浏览呢 就是双页 可以对比 来进行显示 有多图浏览 有一篇专利 它多张复图的 集中展示 有五种浏览方式啊 这种方式呢 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还有一些小工具 比如说高亮 我把高亮开起来 那这个高亮的话呢 我们可以自由设定 它的颜色呀 以及它所选用的 关键词 或者说英文字母 可以支持 一个字以上高亮 英文呢 支持三个字母 及以上的这种高亮 而且这个页面 你想让它显示 哪些字段呢 这些也是设置的 就在这里 也是在第一行 那个导航栏 有一个显示字段 点一下显示字段 我想把哪些信息 显示在这个页面上 我们就勾选一下就好了 这样看起来呢 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列表显示 也是勾选显示字段 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检索完之后呢 一般这个专利会比较多 那我们这时候呢 都要进行一些 合并 就这个功能 叫合并 合并的话呢 就是按照申请号 合并 或者按照同族 来同族专利进行合并 把它合并为一键专利 或者按照一按双生 就是你这个技术呢 既申请了发明 又申请使用信息 一按双生 有两间专利 我合并一下 合并的好处呢 就是把这个技术 按照专利的建树 或者同族的这种个数 来统计和分析 检索结果 那这样呢 这个技术来看 是最准确的 而且你对你的这个阅读量呢 也是耗费的时间 也是最短的 阅读量最少的 耗费时间最短的 这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 可以进行一个合并 你看这个就是把 它的申请文本和授权文本 这个以A结尾的是申请文本 以B结尾的授权文本 我选择了申请号合并 因为这两个文本呀 刚才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申请文本和授权文本 它这个公开公告号 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两个文本的申请号 是一样的 同一件专利 它的这个申请号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能按照申请号 进行一个合并 这样的话 这两个文本就能合并在一起了 这就是合并功能 BincoPad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呢 是统计筛选的子段呢 非常多 我们就在这个检索结果页面呢 左侧这一边呢 全是统计筛选子段 目前呢 已经有120多个子段 那你看 比如说我看一下法律事件 这统计筛选 诉讼的这批专利里面 这么多件 许可的140多件 在这儿呢 我可以对检索结果 进行一个筛选出来 或者过滤掉 我勾上 我只看转让的 我就勾上转让 把它筛选出来 那剩下页面保留的专利呢 全是转让的 如果我想不看转让的 那我勾上点一个过滤 把这些专利呢 都过滤掉了 所以都可以进行批量的一个过滤和筛选 这都是统计筛选子段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一共是120个字段的统计筛选 还有一个小功能 也挺好用的 在这个上边 有一个叫专利对比的小按钮 我们点开这个小按钮 专利对比 比如勾选上两篇专利 我们就看到 这两篇专利呢 系统自动跟你对比了 看一下他们相似度 全部文本的相似度 摘要的相似度 权利要求相似度 都有一个对比的这个 百分比出来 这是对比 像刚才我说 那个智能检索完 AI智能语义检索完之后呢 同样也有一个这种 查看对比结果的小功能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呢 就是将你要 这是我自己本身要检索的 这个技术内容 我自己的技术内容 这是检索出来的结果 把检索的技术内容 或者说我刚才想 无效的那个专利的内容呢 与检索出来的结果呢 进行一个技术特征的对比 我们看到有各种颜色 它在这儿又有一定的说明 比如说用蓝色字体 还有一个下滑线 就表示 它检到和你完全相同的组件了 如果红色字体 加了小圆点呢 你像这个 可见光图像热像图等等 表明呢 我检索结果 这篇专利里边是没有找到 这个组件的 用各种这种彩色的 绿色的蓝色 这种彩色的 没有加这种横线或点的呢 就表示 这些组件呢 我找到了 它有一定的相似性 并不完全是 但有一定的相似性 你像这个软件级 是橙色 软件级控系统橙色的 它是个软件技术 然后告诉你 它相似性是64% 它会有这么一个比对 这是AI检索 还有一个 这个是我们就到了 这个专利 每一件 每一件 单件专利的这个详情界面了 单件专利详情界面 在左侧呢 点开每一栏呢 就可以看到它所有的信息 大家这个都比较会用 然后这边呢 是一些辅助功能区域 那信息这儿 有一个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当你把这个鼠标 放到这个申请人这儿 申请人这儿 或者工商信息 这个商字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 这家公司的详细的 一个工商信息 包括它的股东 对外投资 分支机构等等 这种很详细的一些信息 这里看到就是 刚才说的技术功效 这篇专利 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提取出来了 在线翻译 我们可以直接换成英文来看 关键字高粱 这个也不用再说 然后在法律信息这里呢 你特别是 比如说像 你要查看中国专利啊 一般很多人喜欢 用英国派的 查看中国专利的 审查信息的 这种详情的话 我们点这个 法律信息 在审查详情信息这里 点一下 就可以看到 这件专利的审查 发文 费用信息 而且这些信息呢 都可以点击 是查看呢 还是进行下载 或者说全部下载 就把它全部能下载下来 专利申请公布通知书 还有对于EP专利 EP专利呢 有这个EP指定国的 这种列表 我们点开之后呢 这有EP指定国的状态 我们就看到 指定了这些国家 哪些是有效的 哪些是失效了 然后点击某一个国家名称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法国 然后就能看到 这个专利在法国的 详细的一个法律信息 那我不需要再进入 那一篇专利的详情 去查看了 我只要在这个专利 在这个EP专利界面上 就可以看一下 这件EP专利进入法国之后 它这个详细的信息是怎样的 也比较方便 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小工具呢 我们是在这个复图这儿 复图这儿呢 看到这儿有一个小开关 叫超级复图模式 我们把这个小开关点一下 它就自动就打开了 超级复图模式了 超级复图模式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的复图呢 一般都只有这个序号标号 它不会有复图标记在这儿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有打开复图模式的话呢 我们系统呢 就是加工了 把这种复图标记呢 就会带到这个标号上 那我们在这个复图上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部件的名称 到底是什么了 那这样的话 看起来就非常方便 你对这个每一个部件 到底它的结构呢 就了解的比较清楚 那这块比较人性化呀 我们可以自己来定义一个复图标记 它的这个说明 自己来定义 自己添加部件名称 我自己觉得它的这个不合适 我在这儿添加一个一 写入一个软管泵 然后写到这儿 确定 然后我自己再添加一个 然后在我的整个复图标记里 也会显示出这个部件的这个名称 而且这个复图呢 这个可以 你看我们可以把它旋转 可以鼠标拉动它左右旋转来查看 比如它后面的结构 你觉得看不大清楚 你可以点击也来看一下 然后你也可以鼠标点到某个点上 你放大的来看一下 这个部件到底叫什么名称 这就是超级复图模式啊 就可以看到这些 非常方便 这是我们的PDF原文 这个各位老师和同学 应该比较容易看到 像权力要求 你想看原文还是英文 也可以对比进行查看 权力要求呢 我们也经过了加工 有一个权力要求数的形式 就是给你提取出来了 这篇专利呢 它独立权力要求有几个 从属权力要求有几个 然后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这里呢 都给加工了出来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权力要求呢 也是以这种画布的形式展示了 就像刚才AI检索一样 以DNA图部的形式 把它的包含关系 连接关系呢 能给大家展示出来 我们有的时候要进行一个 原文和翻译文本的这种 并排的一个展示 看看它翻译的内容怎么样 就可以直接这样查看 同样的也可以实现文件的对比 比如说公开文本和授权文本的对比 或者同组专利的对比 那这个对比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界面呢 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是 你看一个是A文本 是申请文本 一个B文本 是授权文本 红色的呢 我们看到都滑掉了 那就说明这是一开始申请文本的时候呢 经过刑事审查它是可以的 但是到了授权的时候呢 在和审查的沟通过程中间 然后发明人 申请人也在不断的修改 就把这些都已经修改删掉了 然后最终呢 它授权的文本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绿色呢 是增加了那些内容 所以通过这种呢 我们可以快速看一下这个 这个专利技术授权的时候 它两个文本的一个比较 它修改了那些东西 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同族专利的一个对比 就是在中国这个专利是这样写的 然后EP的专利同族呢 它是这样的 它们两片专利文本之间有什么差别 这可以进行双页显示 我们可以自己来设定单页显示 还是双页显示 如果双页显示呢 还有一个功能啊 双页显示一下呢 如果我们看超级附图模式的话 那个图和这个文本里的这个部件名称呢 是可以实现双项的定位控制 这指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在文本里勾选 我点击了显示单元这四个字 那显示单元这个部件在哪呢 在这个附图上呢 就会给你高亮出来 在这就第三个 叫显示单元 那如果我在这个图上随便点了一个啊 我就点到30 或者我就点到3看一下 这是显示单元 那在这个文本里 说明书或权利要求里呢 就会把所有的显示单元这些字呢 就给你高亮出来 就是让你可以双项来定位一下 看看这个部件在哪 在哪进行的一个描述 而且我们可以把这篇专利呢 分享通过微信啊 QQ啊 微博邮件呢 分享给其他人 那下载呢 大家也都下载过 下载注录像 下载PDF文本 那下载下来呢 都会有这么一个链接 比如说注录像下载下来 有这么一个链接 那这个有一个链接到Incopat 这个我们拿到这个表格 即使你没有Incopat的账号 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链接呢 也可以到专利详情界面 看到这篇专利的 所有的详细的一个内容 这个呢 也是一个比较好用的 或者方便咱们用户 使用的一个好办法 比如说我要做这个课题 然后我们两个人组做 我就把这些专利都给下载下来 然后需要其他同事呢 协助我来做一下 把这些专利进行规定 或者标引的话 那我直接把这些下载下来 带链接的这个表格 下载下来给了其他同事 那他们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大家同时就可以协作 这是我们下载这块 那上面呢 就是咱们内容的前两块 一块专利就有知识 一块是大的检索 那接下来这块呢 是一个分析 分析为什么要提分析呢 因为你专利检索分析工具呢 我们不只是检索 我们要通过分析来查看 你检索到数据背后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那Incopet的分析呢 也比较丰富 目前呢 包括这种统计分析 剧类分析和3D专利沙盘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这种统计分析啊 统计分析它有多种分析模板 有110多个分析的字段 有多种分析的图表的样式 它还可以一键生成分析报告 比如说你想选择生成是 Word版本的 PDF版本的 还PPT版本的 那统计分析呢 就是基于咱们专利的这个注入信息 来进行一些专利情报挖掘的 这个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下载的 Word版本的这种报告 是下载的PPT模式的这种报告 那当然这种报告呢 分析比较简单 如果我们要是出一个报告的话呢 可以先下载那个报告 然后呢 我们再在这个PPT上 或者Word文档上再添加一些 自己再添加一些说明性的内容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报告了 给大家看几个重点的分析 这个分析可以进行 一维和二维自由组合 非常多的模式 我在这里只挑两个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都有哪些分析 比如说像这个技术功效分析 它的作用呢 就可以掌握一个行业 或竞争对手 或市场的一个技术功效的方向 这个我们选一个二维分析 二维 维度可以自己选 那我第一维选技术功效 第二维选IPC分类号 IPC分类号 就是国际专利分类嘛 我用看看这个 代表这个技术 那IPC分类号呢 和技术功效组成的图 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分类号 B62M这个分类 专利呢 它在复杂性降低方面的专利呢 是布局的最多的 B62M呢 它在便利性提高方面的专利 也是第二多的 然后B62K专利 也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布局比较多 然后在这些区域里 比如体积降低了 可靠性提高方面 或效率提高方面 这块区域呢 是没有专利申请的 基本上就是空白 所以通过这个图呢 就很快的能看出来 大家申请这些专利 在这个领域 主要在研究什么 也就它的技术热点是什么 技术空白点是什么 还有这种像技术生命周期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技术 现在初始的萌芽期 这段是发展期 这段成熟期 然后到这就是衰退期 你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看一下 如果申请人数量 以及它的专利数量看看 现在大家研究的这个比较多 然后现在比较平稳 然后现在比较少了 就说明这个技术呢 已经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然后我们是否要调整 我们的这个专利的布局 或者我们产业的这个政策 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也是预测一个 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这个因为时间当然比较紧张 我没有单独在做案例 我就拿了一个 随便检索了一个大学 清华大学的一个专利情况 给大家看看 通过这种统计分析 我们能看出哪些内容啊 但是这个案例呢 因为是20是以前做的 早以前做的 所以它的数据呢 是几年前的数据 我们只是以这个图的形式 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能说明什么问题 那我想剪的时候 我选择这个申请人工具 我输入清华大学 然后把清华大学 所有的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看到 韩文的日文的英文的等等 还有它各种专利出现 有这种标号的 我们都可以 就是系统都加工出来了 我整个一选 把它所有都选过来 然后同时要检索 售让专利 就清华大学买的这种专利 也检索 检索出来之后呢 进行分析 这个数据 大家不用看这个年限了 这个因为是早期 做的一个案例 它这个 不代表现在真实的一个情况 但我们主要看的是 它的一个趋势 我们看一下 近20年的一个专利公开趋势 蓝色的线呢 代表申请的数量 红色的呢 代表公开的数量 这个年突然下降呢 是因为这个一般发明专利 在申请以后呢 18个月之内才公开的 使用新型和外观呢 是在申请以后15个月 就一年左右才公开 所以我当时检的时候呢 是在2021年检索的 2021年当时检索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专利提交了申请 但是还没有公开 所以大家会看到 在2021或者2020年的时候 这个专利 这个趋势是下降的 那只是还没有公开 并不代表这个数量减少了 如果我现在2023年 再去检的话 我2022和2023的数据 是减少的 但是2020 2021的数量 应该是继续往上增的 那通过这个趋势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学呢 它的近20年来 它的这个专利申请公开呢 一直是在稳步的一个增长的 而且我们有这个 公开数量的增长率 这也是系统本身就有的 通过这个增长率呢 也看到它是比较平稳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各种申请趋势 蓝色的呢 代表发明 黄色的呢 代表实用新型 那我们看这几年 2001年到2020年 基本上它都是 发明专利申请占主导的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是 比较少的 所以它这个发明 它的这个专利的质量 是非常高的 而且我们有这个 授权率的分析 授权率可以看到 这是80%这条线 它都维持在80%左右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80%以上 甚至09 20年都90%多 21年都能达到100% 就是这个清华大学 它申请的这个专利质量都非常高 直接都是在80%以上啊 这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人 比如说看一下这个学校里的 发明人的排名 我就取了Top20 我们看到对这些发明人呢 就会有一个排名 一二三四五 谁的专利最多都是谁 就看得非常清晰 而且这些发明人呢 它就是说明 它在这个技术领域啊 它是核心的技术人才 那这个核心技术人才 它最主要的方向是在哪 也能分析出来 一方面以人为维度 另一方面 我们以这个IPC分裂号为维度 你比如说像这位老师 他在H01L领域 他的专利很多 然后在H01M至06F 也有申请专利 然后这位老师呢 他是在G01N申请专利很多 这位老师也是 我们通过这个呢 就能看到 这个咱们的这个主要的 这个核心技术人才 他的一个技术方向 和他一个技术实力 如果我们对人才挖掘呀 评价呢 他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 再看一下技术构成 我把整个这个大学 他的专利做一个 IPC分裂构成的一个分析 我们就看到 他整体学校的这个专利呢 在H04L也就是说数字信息传输这块 他的专利申请人最多的 然后第二块呢 就是这个G06F 就电数字数据处理 这两块是他的主要的一个研发方向 而且呢 你看H04L这个是这种蓝色的线 他在这几年呢 一直是上升上升上升 但是到2016年 对应的2016年之后呢 他突然开始下降了 就直接开始下降了 然后G06F这条专利 这个专利呢 它是橙色的线 就这一条橙色的线 可以看到这几年呢 一直是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下降呢 这也不关注 这个2021是因为当时 我查询的时候还未公开 所以我不用管这 就整体上是一个上升趋势 也就是说 H04L的专利呢 在这个学校呢 从2016年开始 它的热度已经低了 或者说它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了 大家就研究的比较少了 但是G06F这一块呢 它有个专利呢 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增实的 大家研究比较多的 那同样的 刚才提到的 有一些技术功效 也是把这些专利呢 我们看看 它主要在研究哪些方向上 是复杂性降低啊 还是在成本降低方面 这是是看这个效果的一个分析 那比如说 它主要的 近年来的主要专利 颜色越深 代表这个 这是专利的数量啊 他们的专利呢 主要集中在复杂性降低 成本降低方面 主要用于解决 复杂性和成本的问题 特别是刚才说的 第一 H04L这个领域 H04L领域 它在复杂性降低 效率提高 这一块呢 研究的是比较多的 还有一种分析呢 就是我可以直接用 我们的引证分析 看一下 看看 引用了我本申请人 也就是清华大学的 有哪些专利 有哪些人 或者我 我引用了哪些人的专利 那这样的话呢 引证和被引证申请人 他就能反映出来 跟我有相同研发主题的 这种单位 或者个人 那这些呢 就是我将来专利 进行转让许可的时候呢 这都是我的 潜在的一个对象 进行专利转让许可的 还有 清华大学的这个授权专利 我们看到 可以占了52.77% 在2021年的时候 就占了52.77% 当前法律状态分析 然后能看出各种类型 他专利的维持时间 比如说像他的发明专利 颜色最深的 就是他专利最多嘛 发明专利 集中在5年和9年之间 这个专利 维持这么长时间 实用新型专利呢 有两个节点 一个是 实用新型专利是 2到5年这块 维持的比较多 还有一个呢 是干脆就是9到10年 他的实用新型专利 有得维持9到10年的专利 所以通过上面这些分析 以上的这些分析呢 我只是随随便便点了几个图 让大家来看一下 通过统计分析 能看出哪些内容 其实我们有 100多个分析维度 可以自由组合 通过这些分析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统计出 很多的这种信息出来 那聚类分析呢 是第二种分析 它就是 一种基于 预算法 然后给大家进行的一种 这种 根据于相关度 拒出不同类别的主题 进行个性化的分析的 聚类分析呢 有七种形式 像这种分子图 地图 就是热点图 气泡图 丙图 树状图 磁云图 矩阵图 等等 这七种方式 来进行呈现的 就是进行一些聚类 聚类出几个大的主题 根据专利多少 聚类出了一级主题 二级主题 而且这些 我们都可以人工的 来进行一些编辑 比如说 像聚类分析的时候 这个一个点 代表一篇专利 如果不同的颜色 我代表不同申请人的话 比如在这一个领域 底盘小车这个领域 我们看到底盘小车 然后你像它的 这个分的领域 这块叫试验台 我把它放大 试验台 都是红色的这家 公司申请的专利 那这家申请专利 是这个 但是在这个领域 绿色和红色的 和这个领域 绿色红色的 都是各一半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呢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 看到每一个机构呢 它研发的一个侧重点 或者热点 你看在这个领域 这个圈里 这个领域 也就这个主题下 大家专利都很少 所以剧类分析 第三种分析呢 就是这种专利 叫三立沙盘分析 三立沙盘呢 是一个高级战略分析工具 它可以展示 我们竞争的一个态势 而且它可以设定 这个一段时间 我们看一下这些 不同的主题 这些年 它变化的一个趋势 动态的一个技术演进的一个过程 而且它可以有一个叫 沙盘对抗功能 沙盘对抗呢 我们可以比较两个公司 或两个不同的技术 或两个学校 或两个研究单位 多角度的对比一下 它们的这个专利方面的 这种综合实力的多少 看看哪个公司的 这个综合实力呢 更强一些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分析 还建议大家用一个 很好的功能啊 就是在我们系统上呢 可以自建一些库 这个库呢 就是线上来保存 数据的一个工作站 我们有两个 一个叫导航库 一个叫智能库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导航库呢 就是保存的是检索室 智能库呢 就是你检索完的重要专利 保存在智能库里 那但这两个 有个共同点呀 我都可以分享 我建的库 比如咱们账号多了啊 多的话 我可以分享给你 我还可以分享给他 由我来决定 分享给谁 而且我有 给了你之后 你有什么权限 也是我来设定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建库 可以建成什么样子 不管导航库 智能库 都能建成这样 比如说 我以这个企业名称 或者竞争对手来建库 好 这是 我分为国内企业是一级的 国外企业是一级 然后国内企业下边 又分了不同的企业 如果要导航库的话呢 它每一个这个小节点呢 我们都是一个检索室 保存一个检索室的 你像这个蓄电池专利 这种导航 也是蓄电池总类 我给建了个一级 二级的这种导航的形式 蓄电池的构成 我也给它继续往这建立 几多层级 我们可以建立六个层级 它每一个层级的 每一个这种点呢 都是一个检索室 我们到这个库里来看一下 是这个导航库 然后是这样子 一级一级建 一级一级建呢 它有一个 我们拿这个来看一下 你点每一个级别 这儿都是一条检索室 你点它的时候呢 相当于把这个检索室运行了一下 它这里给你呈现的呢 就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检索结果 这是我们的导航库 那这个库呢 就相当于你看到最新的一个数据 而且它还可以实现一个机构内外的共享 而且这个库呢 也可以进行统计筛选 和咱们检索完专利一样 在这儿 有120个统计筛选的字段 还可以把重要的检索室 这条式子重要保存 或者把它监视 设定一个监视 监视起来 刚才说的共享是这样的 这个库呢 我点一下 我设定一个权限 这个库就我自己用 就仅自己可见 我可以再选择分享给我机构内的一些账号 这个会自动列出来 我想给谁 给它什么权限 是查看还是编辑 我勾上就可以了 那它就能看到了 或者我分享给机构外的 但是机构外的呢 也要有IncoPad账号 只要输入它IncoPad账号名称 就可以把这个内容呢 进行分享 那智能库呢 像刚才一样 也是建立多级节点的这种形式 它不同的地方呢 智能库也是这样 多节点的形式 但是大家看一下 我点一下每个节点呢 它这儿没有检索室的 它这儿就是保存的专利 就是我们自己导进去的 从检索结果导进去的专利文献 保存在这里呢 那这样的话呢 每次看到的这个专利呢 它专利不会增多 但是我能看到它专利的最新的一个情况 而且还有一点 智能库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做检索分析的时候 它可以进行一个标引 打标签 你看我们点标引这个呢 有各种如何进行标引 标引管理 而且在这儿就会打一个标签 这是我试着打的一些标签 作为一个示意给大家 这个标签 标签打的时候是这样的 多层级分类 单层级的标签 多层级的标签 以及自由文本标引呢 我们都可以选 打标签的时候很简单 在一个专利的下边 你会看到有新键这种按钮 我们点一下新键 然后你就 它让你选择是单层级 多层级 还有自由文本标引 你选择一个 比如单层级的 然后命名一下 然后你自己再给它设定一个标签就好了 那这个适用于大家 对专利精读的时候啊 精读完了之后呢 给它做一个标签 那这个标签呢 可以让你直接统计筛选 我们通过标签来统计筛选一下 找出你主要的专利 而且这个智能库也是可以分享的 你看我在这选择是否分享 分享我给它什么权限呢 是浏览呢 还是编辑 还是编辑标引 这个都是我来自由的设定的 分享给谁 那最后一个小功能呢 就是我们又能建库 又分析又检索完 那我还缺一步就是要监控 因为很多信息呢 我们要把它监视起来 让这样能实时的知道一个竞争对手 或者市场 或者我们自己本校的专利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 我就设定一个监视 那监视设定的时候是在这个模块 我们设定一个新建一个监视呢 我们可以选择监视一个检索室 看它一个最新的专利命中 或者监视我刚才保存在 智能库里的专利 看看这个专利有没有什么状态变化了 由申请变为授权了 然后转让了之类的 我可以监视专利的状态变化 设定好之后呢 可以编辑一下检索策略 就是我想监视哪些类型 在这进行选择就好了 比如权力转让时提醒 或者智能库新增评论时提醒我 或者专利失效时提醒我 我勾选上 这就是我要监视的内容 而且这个发送 监视会发送邮件给我们的邮箱 不止可以给自己账号这个人 我们可以设定其他人 其他同学老师都可以 把他邮箱写在这儿呢 大家都能收到这种监视 是每周周几发一下监视内容 还是每月几号 我们点这儿都可以选 每月几号发送 然后呢 发送哪种形式 是Excel 是Word 还是PDF 我们点一下发送 这样我们就能收到邮件 发送的时候也要选择 发送到邮箱里 发送哪些内容呢 是基本的注录箱信息 还是我相关的 其他的这种分类号啊 技术啊 都是可以选择的 这个是我比如邮箱收到的一个监视信息 他有一个Excel列表 还告诉你 这一期 这一期范围 然后他专利授权了四件 同族专利更新了十二件 然后详情呢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那这个Excel表呢 我们收到之后打开 也会带有这么一个链接 那这个链接呢 如果是没有账号用户收到这种呢 也是可以直接点开来查看专利的这个详细的这个情况的 所以呢 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一块内容 那整个呢 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完了这个应勾派的系统的这个功能了 总体就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它的数据呢 非常的全面丰富 有各种法律引证运营的等等的各种数据 而且更新呢 不要及时 会实现24小时动态更新 检索方式呢 多样化 有九种 然后四百多个检索字段 然后分析维度呢 有五十多个分析模板 一百一十多个分析字段 一百四十个筛选字段 有巨类沙盘分析 一键生成分析报告 而且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线上的保存 就是智能库导航库线上保存 并且协同共享 并且现在呢 其实我们有那种本地化的服务网点 当然澳门暂时没有啊 但是我们有这种人工的这种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网站 这里有这个叫专家服务 点这个小标签 然后就智能接入到 工作时间呢 会智能接入到 我们的这个客服 然后有什么问题呢 就可以直接来提问 这个是真人在背后的 就真人的这个 IncoPad的这个顾问在背后 给大家解答问题 也是比较方便的 我今天整体的讲解就这么多 但是讲的有点多了 已经只剩八分钟不到的时间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Mary的讲解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语音真打在聊天室上面 然后我也把今天用到的一些资讯 在聊天上面放上了 就是包括了我们今天用到的PPT 大家可以去下载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过完跟之后持续有 做的那些培训都在 配合在那个网站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放 然后今天的那个 呃回放视频呢 会放在我们图书馆的 YouTube跟Bilibili上面 大家可以随时去观看 如果现在没什么问题也没关系 可以之后想到的话 都可以联系我们图书馆的参考组 聊天室上面也留下了电话 跟那个邮箱 然后同样时间呢 明天的话就是要请到 Elsaphia的培训师 是主题是关于 那个英文论文写作与影响力提升 Science Direct助力科研 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 记得来参加跟报名 好的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如果现在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用的时候有什么问题 可以及时联系咱们图书馆老师 然后来跟我沟通 嗯 是的 嗯 好的 那看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没关系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Mary 谢谢大家时间 感谢大家时间 好的 谢谢 明天见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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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